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龙胆了 它为什么叫龙胆啊 大家好我是老蒋 上期视频我们锯了一颗20瓣的木头 然后还剩下这么一块树皮 针对这块皮该用来做什么 大家也提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有时候做门版的 有时候做船版的 也有时候做搓衣版的 也有很多朋友说应该直接扔掉 顺便告诉他们扔在哪里 你还记得自己提的是什么建议吗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料怎样才能实现它的价值最大化 首先我们通过这个树皮 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花纹非常的好 可以说是整棵树的精华所在 但同时风险也非常的大 因为树皮往往都会伴随着干裂 好现在我们准备开料 今天的开料方法 可能和以往的会有一点不一样 大家可以边看边研究 现在锯到一半以后 我们要把锯子退出来 然后给它调转一个方向接着切 好这一刀切到一半以后又要退出来 大家猜一下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好现在我们这块料已经锯好了 近点过来看下来 可能开始开掉的时候有些朋友看不懂啊 我们从这边切了一刀那边也切了一刀 但是中间没有看一下 没有切穿的中间没有穿过来 是隔开了的 那这种切法的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懂 等一下我们把它断开 再看一下 就知道我们真正的意图了 这一刀直接切到底 这一刀就切到这里 这个我要做立体雕刻的嘛 不要上当面板了吧 做一个带雕刻的大板桌 这边是平面吧 这边是雕刻啊 然后那边是一块板就可以直接把它搞断就行了 好现在我们第一刀是要把整块料一分为二 现在切第二刀 这一刀的难度非常大 既要把上面的盖子切掉 又不能伤到底下的面板 漂亮哦 这在看着吧 这龙大纹好明显的 看着到吧 这个面板的花纹应该没有让大家失望啊 立体感十足的大龙胆 我们再来看一下上面这块盖子 理论上来说两块的花纹是一样的 但是这一块盖子的尺寸有点小 做桌子的话肯定不够大 大家觉得应该用来做什么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块大板 这块板是可以用来做一个办公桌的 首先我们要把它的形状稍微修一下 有没有朋友知道师傅手上用的这个工具在以前叫什么 对于这种实木板应该做直边还是做自然边一直存在争议 有些人觉得直边大气实用 有些人觉得自然边清新高雅 对此你怎么看 好现在我们这块板已经打磨好了 我们来感受一下龙胆门的魅力 亮不亮 我们这个底细刷上去以后可以看到的立体感非常的强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龙胆门 它为什么叫龙胆 一颗一颗的 尤其这种 都是一些3D立体的感觉 特别特别的漂亮 看这边 都是满满的 而且它的颜色非常的干净 太漂亮了 到时候等这个油漆干了以后 我们再看一下整体效果 好 现在这块板的面器也已经做好了 那现在我们给它配上支架 看一下整体效果怎么样 看着这个效果我们不妨大胆的想象一下 像这么一块板如果是摆在你家里的话 你会把它用来做什么 那现在我们来近距离的欣赏一下龙胆门的独特魅力 我们再来看一下剩下这块料 花纹同样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们给它留了一块树皮高位 大家觉得留的这一个高位用来雕刻什么最合适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木头 麻烦给老奖点赞收藏加关注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块料的雕刻过程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